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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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政府现在想要示出善意的话 人家来的时候我们现行的办法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 要修改规定了呢 李文 两岸非常的敏感 首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又通过了 要让大陆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灯会了呢 那之前星云的这样子一个吊念的行程 为什么百般的刁难 好了 现在是不是又看风向不对 苗头不对 所以呢 赶快在最后几天的时候呢 再让大陆团能够来 可是呢 美中不足啊 就是呢 行程呢 哇呀 排得非常非常的死啊 这是我们的代客之道吗 你说公开的行程 参访的行程必须按表操课也就算了 可是你说私下出去吃一个宵夜 要管得这么严哦 那我们就觉得就说 那台湾现在是真的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吗 有必要这样子吗 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吗 现在是王定宇要带人去打他们吗 否则的话到底是在怕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魁卫23年重回台北的台湾灯会都要落幕了 略会赶在最后5天才终于核准 上海市台办副主政李霄东率团来台看灯 2016年开始 上海连续7年都有花灯餐展台北灯节 3年疫情后首度来台 来因议员确提报 大陆访团全程被限制行动 甚至晚上还不能出门吃宵夜 他要请上海市台办这些人吃宵夜 上海市台办说不可以 路委会不准 不准他们出来吃宵夜 回到旅馆就不可以出来了 但根据现行法规 大陆人士来台参与特定活动 必须专案申请 而且形成全盘得照计划走 陆委会说 台北市政府当初没有安排宵夜行程 并不是我方去限制行动 市政府也没有提出所谓宵夜的行程 陆委会是建议这些有关的细节 应该是由台北市政府根据公开 透明的原则来对外说明 避免误解 不过有网友质疑前美国议长裴洛西来台都可以去AIT吃早餐 为何大陆访团你就百般限制 连吃宵夜都得申请网友炮轰 现在是连我肚子饿 想去超商买个泡面都不行吗 梁文杰过去随着市长参加过我们上海跟台北交流的活动 人家不会限制我们去哪里逛街 吃宵夜 访友 喝咖啡 从大陆国台办想吊咽星云法师被阻 到上海台办来台活动受限 执政者若用这种标准处理两岸交流 双方僵局恐怕很难打开 我觉得第一个民进党我还是要强调到现在呢 还是一个非常混乱莫中仪式 对于抗中保台这样一个路线到底要怎么样修正 要不要修正 往什么方向修正 所以呢你就会出现很多第一个像官僚的不合情理的星云 的这个没有办法来吊咽星云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来了以后呢又非常的死板 我刚刚说的非常官僚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那也凸显出他们真的没有任何两岸交流的经验 然后呢怕东怕西啊 然后一再不断的甩锅 现在就是陆委会已经批准了上海台办副主任组团来台三天 好短短的三天也是在登会的最后几天 终于让他们可以来参加 好陆委会的讲法就是说呢 希望在中央地方合作之下 开展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 有序就是说要照民进党的规定 不可以失序 促进彼此善意的理解 好来就来了很好啊 秦惠朱议员就爆料了说 陆委会规定上海的访问团 却只能参加批准的行程 其他都要待在饭店足不出户 我刚刚就讲了 你说公开的正式的行程 只能够参加批准的 这个也就算了 我觉得OK啦 不然来台湾就是参加非常多公开的行程 甚至于政治的活动的话 那就太敏感了 可是你说剩下的时间就要待在饭店 足不出户 这也太严格了吧 连吃一个宵夜都不会被允许 因为呢 在台办呢 他们一定在台湾有些相关的友人嘛 难得来一趟台湾 一定很多人想要见见他们聊聊天 出来喝个咖啡 吃个宵夜 吃个饭啊 结果呢 通通不可以 陆委会怎么会下这种限制住居令呢 陆委会就说没有哦 我并没有限制哦 是台北市政府 就在打回去说 是台北市政府 没有提宵夜行程啊 你现在行程上面没有列啊 好 那网友现在就说 阿斯陆如果我肚子饿的话 想去超商买碗泡面都不行吗 陪洛西可以去吃早餐 为什么大陆人不能够吃宵夜呢 有必要管到这样子的滴水不漏吗 好 我们来看上海市事实上 从2016年开始 连续七年都有来台北登节设展 可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三年只有设展 没有派代表团 所以呢 现在好不容易嘛 疫情要结束啦 然后呢 他们也想来啊 那这个时候呢 陆委会呢 就在最后的几天 终于要让大陆团可以来了 但是呢 为什么还这样子 给大陆团 感觉上设限很多啦 很不通情理啊 就是我刚刚讲的 怕他们走在路上会被打吗 还是王定宇又要帅团 带人去打大陆团了呢 所以呢 怕引起很多的纷争呢 这些到底 他的用意何在 会让你觉得说 台湾是怎么样 还处在戒严状态吗 好 林伯峰理事长就说了 去年啊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 创了18年的新低耶 最低 两岸经贸 可是带动台湾经济 最主要的成长动力 所以两岸的 所以政府 台湾的政府 应该以实际的行动 来缓和现在的两岸关系 太紧张了啦 台湾要以自身利益 为优贤考量啊 哪一个政府 不考虑自己自身的利益呢 而只考虑自己党派的选票利益呢 而民进党的选票利益 为什么会跟台湾的利益 是相冲突或相反的呢 所以呢 林伯峰再度呼吁说 不要受到美国的困惑啊 因为美国很清楚 人家当然是 以美国的利益出发的嘛 那台湾人就要以台湾的利益 作为出发呀 千万他呼吁政府啊 要想清楚 不要引发台湾的动荡 所以呢 没有生意可以做 经济不好 也就算了 你可能还会引爆 台湾的不安跟动荡 那就真的太得不偿失啊 这是不治不治的 好 最近呢 裴洛西还原了 当时呢 他跟张忠谋会面 还记不记得他来的时候呢 是有跟张忠谋见面的 那么这个裴洛西呢 就还原了当时 他跟张忠谋的一些对话啦 那裴洛西就说了 因为美国政府的晶片法案 将会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补贴 美国的这些科技产业 让他们未来呢 能够跟中国大陆相抗衡啊 那张忠谋就讲了 哎呀你们要拿500亿出来 很好啦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啊 后面就是重点了 美国啊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砸大钱 就可以抢进晶片市场 那你们就太天真了 事实上很多的专家 包括美国的专家 也说这个晶片法案 拿这么多钱出来 恐怕会丢到水里面啊 普通医生就没有了 没有像你们想象中的 砸大钱就有好效果 好张忠谋也讲一模一样的话 还当着裴洛西的面 跟着他讲 他说啊 美国如果想要可靠的 半逃体产业的话 还不如继续投资 台湾的什么 安全 不止台积电 还有台积电的这些 陈谦的工程师啊 其他的相关的 上校园的产业链 也都要搬到美国去 大家都是不甘不愿的 因为这是不合乎 他们的商业利益跟逻辑的 而且我最近还听说 很多才搬去不久的 台积电的工程师跟人才 现在呢 已经纷纷被美国的企业 大挖特挖 所以呢 这对台湾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啊 可是呢 我们民进党的政府呢 还在帮美国政府 擦芝麻粉 帮他们讲话 说啊 这样子呢 才是真的 对台湾 对美国是最好的 搞不清楚 自己台湾的利益在哪里 连张忠谋讲的话 民进党都当作没听到 好 所以就像林伯峰的 在大 他说的 这个在大国角力当中 难道我们中华民国 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吗 我们来看啊 这个上海从2016年开始 连续七年来 都要来台北登集社展 只有三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是指社展而没有派代表团 那么算是一种例行的交流了 这一次呢 代表团好不容易来了 可是却爆出说 这个成员们 因为没有获得批准 所以连去吃个宵夜都不行 先不是说 当初裴洛西来台湾 好像畅行无阻 如果说裴洛西 临时想吃个宵夜 有人敢挡他吗 就算现在大陆民众来台湾 要透过专案申请 问题是 也没有管道说 他们连吃宵夜都要报备呀 那现在两岸之间沟通的管道 是已经几乎都全断了 难得有大陆的官方访问团来台湾 难道不应该趁机表达善意 促进两岸交流 以避免战争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秘书委员 怎么好像现在我们把访客 当成是贼一样在防范吗 过去 我们先谈一下过去 在这个 因为过去三年的疫情 其实双方两岸大概都断线了 但是在疫情之前 不管是当时办双城论坛 或者是每年 其实登节的时候 他们确实都会来做 所谓的策展 他们就会提供一个花灯 那通常这个上海 这个李小冬呢 通常也会率谈 率团过来 那所以呢 基本上他们叫做专案申请 不管是双城论坛 或者是这个登节 他基本上他都有专案申请 那他会申请 他没有写到那么细说 我可不可以吃宵夜 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说 早上的行程开始 然后中午要干嘛 到晚上几点 他会回到饭店 他现在是说 希望报备的是 到几点你会回到饭店 所以他可能不会细写到说 我中午要跟谁吃饭 我下午要跟谁喝小茶 这样子 不过这次倒是奇怪 就是提出来 可能是他们 也许是台北市政府 新的小内阁上来 不是那么熟悉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陆委会 也太挑了吧 因为好不容易 这个两岸开始 有一点点曙光 记不记得那时候 大陆1月8号 要开放旅游团的时候 我们的交通部长 王国才才说 我们希望 有一百万的观光客来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新云法师的时候 有很多的信徒 从大陆要来调宴的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的党团 就说我们欢迎 我们会给予协助 问题是 那个立法院的党团 说欢迎协助 问题是行政部门 完全就不动 所以就是各说各个话 再来就行政单位 可能都是嘴巴讲一讲 就讲一套 那做一套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大家听听看 今年其实今年 那个蔡英文总统 在参加春节大陆 台商联谊的时候 他有说愿意 跟北京来做对话 寻求和平之道 这个我们春节 他才刚讲完了 而且是不久以前 恐怕是上礼拜 上那礼拜的事情而已 我们的蔡总统才说要 希望就是两岸 能够来重新跟北京 来对话 来寻求这样和平的对话 而且那个李大伟 他重新回认这个 海基会董事长的时候 他也说要盼望的 跟海协会的关系 希望能够重新来建立起来 所以看起来是感觉 双方好像有春暖花开的迹象 可是事实上这些人 可能嘴巴说一套 那可是行动上面 行政单位可能又做一套 所以可能是困难匆匆 所以现在在这样的一个 叫做大国角力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当中 如果说接下来 下一任的中华民国总统 难道不应该有更高的格局吗 现在郭台铭表态说 要回国民党来挑战2024 传出他在过年期间去拜庙 已经得到妈祖和关公的同意 黄建廷也证实说 已经见过了郭台铭 还说郭台铭也没有非选不可 问题是黄建廷 他曾经是郭台铭锁定的 副首候选人 那么就算真的是为了要筹组 所谓的非律大联盟好了 那黄建廷有找过柯文哲来谈过吗 那郭台铭不具有参加 国民党初选的条件 却还是要逼国民党去开个后门 是在演哪一出 是在演八道总裁吗 更不用说当初郭台铭输掉了初选 不只是骂蓝营腐朽分赃 还以这个郭科王结盟的方式 要试探这个独立参选的可能性 造成后来蓝营分裂 还输掉了总统和立委的大选 所以难道是得不到就要砸烂吗 那么郭台铭跟任何人过去 有没有任何恩怨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他过去的言行来判断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当总统的格局呢 惠文哥 这个当然我们是 这个让大家看这是联合报的报导 要有联合报的报导 才会有这样的新闻内容 这个这种题目 如果是当年我们中天新闻台来做的话 罚单马上就来了 怪力乱生 然后这个怎么会有去问神明 不问苍生问鬼神 那这当然是郭台铭的这个套路 他个人很喜欢这一套 我也尊重 不过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也需要有媒体 愿意这样子的吹捧 一路对郭台铭 这联合报的风格 我也不意外 但是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个比较敏感的 我也特别称赞我们中国时报 就搞半天原来 他们春节前已经会面 我早上就在想说 二月十四王金平跟郭台铭会面 然后王金平公开讲说 秘书长会跟他谈 会跟郭台铭谈 然后昨天二月十五 黄金平说 我已经跟他见过面了 国民党什么时候这么有效率 这么有效率 还会被政党轮替 国民党变了 结果原来是一个多月以前 就见过面了 显然我们看的都是过时的新闻 所以主持人 我还是要把这个账 给各位算清楚 在2020的初选之前 这个国民党的党业初选之前 有一个悬案 一个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 这个是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说他背后被开枪 这李嘉芬公开讲的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忘不了 如果你忘记了 我就提醒你 背后被开枪 那我先指责韩国瑜跟李嘉芬 就是说他们讲了爆料这个之后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大家 到底是谁被 谁在后面开枪 他们都不讲 那这个不讲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 没水鬼 如果你不想讲 那你就不要讲 那你公开的 对着所有的媒体 有人在我背后开枪 很不舒服 那你就告诉大家是谁 对不对 韩市长你不是一直标榜说 政治这个为真不破吗 那你有真吗 真假的真你有吗 没有 那可能是韩市长 或者嘉芬姐有很多 这个大家党内要和谐 要团结 虽然我背后被开枪 我忍辱负重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考量 我是这个能够体会 但是我这个事情 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悬案 那我为什么特别跟大家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台面上两个主要可能的候选人是 这个郭台铭跟厚仪 但是这个韩市长跟李嘉芬都没有讲是谁 但是官方朋友我现在要提醒大家 有没有可能2020总统大选 在韩国瑜背后开枪的人 然后他可能是2024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如果背后开枪的人 他四年之后他变成总统候选人了 那这个票你投得下去吗 他当初在自己党内同志的背后开枪 然后隔了四年他又我来选总统了 所以我这边我借用主持人的节目 我拜托韩市长跟嘉芬姐 事情过了四年了 也该告诉大家真相了 是谁在你背后开枪 我不是要算账 我比较想知道真相 那刚刚跟各位讲的是这个 我们有时间训练初选前 那观众朋友我们快转到初选后 你看这个历史的画面 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扣掉中间的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不是国民党的 所以我对他爱与包容 我就不谈了 这个侯友宜呢 他在2020他是消极的不作为 有好几次韩国瑜在新北市的浮宣场合 侯友宜是推脱不来的 这个侯友宜这个账我们还是得算 我很公平的算 但是郭台铭呢 他是积极的扯后腿 侯友宜说我消极 我市政很忙 我没有办法去帮你造势什么 那这次消极 郭台铭是积极的扯后腿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三个当初一大一唱 国民党的处置是什么 我当然不会要求国民党去处置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是民众党 那王金平呢 王金平我也不谈了 王院长谈的也 那我请问郭台铭 怎么会有 主持人我的意思说 怎么会去讨论 变成说像国民党的秘书长 这样整个热脸都贴过去 说我们出现前他研究 然后他又没说他非选不可 这个在我认为 郭台铭根本没有 不要说他参选 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我认为他回国民党我都有问题 这个我认为他是应该被开除党籍的 你在2020总统大选 在初选之后 我不知道是谁开枪 初选之前的我不知道 但是初选之后 你跟高鸿安 是怎么在各个韩国瑜进选过程 就已经很困难了 然后你不停地扯后腿 甚至最后退党 还一度扬言说要参选 那这样子还不够开除你党籍吗 对不对 所以官员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为什么今天国民党 让人听不到我心就是这样 在2020总统大选 除了郭台铭之外 当初背叛韩国瑜 背叛国民党 去投靠郭台铭的人 朱立伦一律予以重用 这个是我们最看不懂的地方 原来背叛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不会有事 即便被开除党籍 即便被退党 然后回来就同搜计划 大家通通都回来 这个我非常的不以为然 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 我们讲的非绿大联盟是什么 就是以下架民进党为首要目标 那非绿大联盟追求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选票的极大化 只要你不认同民进党 你觉得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错误 包括刚刚两位委员提到说 连个台办的官员来 都被这样子种种的限制 那你只要看不下去民进党的 你当然追求选票的极大化 可是观众朋友 他会不会变成政客的哲修部 只要是非绿大联盟 我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 只要我打着下架民进党的旗号 你就得接受我 你就得认同我 你就得让我回党 哪有这种事情 没有啦 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所有 不认同民进党的 反对民进党的朋友 把票集中给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不是说 那这样子我也趁机来回党 我也讨厌民进党 虽然我这个2020 曾经背叛国民党 曾经修理过韩国瑜 可是我现在打着说 我是非绿大联盟 我要下架民进党 你就得让我回来 天底下要让这么便宜的事情 没有 好 但是主持人 你也知道朱立伦这个党主席 很抱歉 两位国民党的委员在这里 这个你们为难我也为难 我对朱主席的这个领导同意 我是非常的怀 那官方朋友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我不是 其实全国是国民党党员的 只有三十几万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无色觉醒 全国的选民只有5%有党籍 95%都是无色觉醒 所以官方朋友你不要怕 选票是在我们手上 假如 主持人我这个丑话撂在前面 假如国民党 完全不顾这些民意 然后胡搞瞎搞 甚至直接用正招 正招一个乱七八糟的人 出来选总统的话 我们不是一定得投国民党 我们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要嘛不去投票 要嘛我们可以投柯文哲 对对对 对不对 你不要逼我们投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讲什么 我们蔡壁如元在我们的捧场一下 我们一定要要参选到底 一定参选 柯文哲说谁当选 由我来决定 对一定参选 对不对 你逼到最后 逼我们大家去投柯文哲 那就不能怪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也给蔡壁如元按个赞 对 前一阵子还有人说 叫柯文哲选副总统 你不要笑死人了 真的 党主席就选副总统 这个就选总统 好 黄建廷说 他现在已经见过郭台铭 外界也质疑说 郭台铭怎么会想到 要用这种破坏制度的方式 来重返国民党呢 很多人反对哦 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像是曾明宗委员 江启臣委员都公开说 他们认为最强母鸡就是侯友宜 而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隆 也说不能够再为郭台铭 来开方便之门 不然国民党再出的话会泡沫化 洪秀柱也公开力挺侯友宜 表示国民党只要出一个人 不要再推出好几组人马 否则的话最后倒霉的 恐怕是全体的百姓 那么现在朱立文主席说 郭黄会面是黄建廷他自己去的啦 哇党内的高层可以不顾党纪规范 去接触一个非党员 来商讨总统大选的合作 这么大的事情吗 究竟他们讨论什么 难道国民党不需要对支持者 交代清楚吗 那黄建廷说他要去见郭台铭之前呢 那他有跟党内其他表态 要参选的同志 或者是去跟侯友宜 卢秀燕这些党内的要角 有讨论过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去见郭台铭 岂不是密室协商吗 这样算不算是所谓的分赃啊 这个韦州委员你怎么看 我同意 这一次应该要筹筑这个非典大联盟 或是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才能提高那个胜选的几率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要 心里也要有一个底 就是不是2022赢 2024就会赢了 看起来 现在这个赖金德上台以后 你看一直在做清理战场的动作 包括学文会论文的问题 包括黑金党职人员的问题 他做清理战场 然后跟民进党的包袱做切割 包括台南政府议长的问题 然后跟蔡英文的包袱做切割 这个已经有某种成效了 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 那个民调的显示 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政党支持度 有回稳的迹象 那国民党不要大意 不要以为说 庆载夫妇的就会赢了 那针对这个郭台铭这件事 我觉得是这样 郭台铭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我敢断定是不可能 就是你现在要如何让他回党 如果是那个初选是要登记的 什么党员登记 然后缴交保证金 然后才能参加初选民调 他已经没有这一条路了 因为来不及了 除非你要再颁发一张 那个证书给他吗 第二张 还要第二张吗 同周计划再同周一次吗 只有用这种特别条例 他才有资格参加初选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现在即使自己回党 也来不及了 没有用 不能参加初选 好 OK 我们也不反对说 在野大联盟 就像刚刚讲的 非绿大联盟 结合大家的力量 那我跟辉文兄刚刚讲的 就是说 要找最强的 这个还是最关键 就是说你非绿大联盟 在野大联盟 一定是要推出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 也许 我觉得困难度很高 说夸政党 老实讲困难度非常高 你要夸哪个政党 你要夸跟民众党夸 还是要跟五党籍夸 如果郭台铭没有回 国民党就要变成跟五党籍 夸政党提名 老实讲 这个困难度真的很高 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去筹筑一个 不管怎么样 用那种协商默契 或是分进合集 种种办法筹筑 这个在野大联盟 好 国民党自己里面 其实刚刚已经提到 都有很多人都提到 说国民党有人 不是没有人 而且这个民调 好像也不比郭台铭低 所以你如果要去接触 那为什么不从 国民党的开始接触呢 侯友宜 卢秀燕 赵少康 很多 有没有同样的去接触 所以我觉得 这个要控管 这个风险要控管 拜托 我们党中央朱主席 恐怕没有办法 一直再拖下去了 我觉得要开始来处理 所谓的协商机制 提名的机制 要开始来处理了 不过讲到这个非绿大联盟 当然要问一下民众党 对不对 所以如果如此的话 黄建廷副秘书长 有来找过我们柯主席 谈一谈吗 柯主席对于这个 所谓的非绿大联盟的态度 是什么 非绿大联盟 其实一直国民党 或者是甚至不是国民党的人 都其实都有跟民众党的人 有接触 但是现在就是说 其实我也常跟他们讲说 现在国民党 现在好像很内乱 这里有两位委员在 因为现在国民党 朱立伦主席 每次问他 他就说 等那个篮头的补选完之后 再来定这个初选的办法 然后侯友宇呢 我感觉到 他就是爱吃个假生意 其实他如果出来讲说 我愿意 我觉得搞不好国民党就定于一尊了 可是他又不愿意 他看起来就是 要让大家帮他的这个路 桥都铺好 路跟桥都要铺好 他只要走上去 因为他可能也会害怕说 他才刚选上这个新北市长 然后他就会不会落个一个 落跑市长这样子的一个名声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国民党内部 基本上是还没桥好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我想就是下架民进党 这个是延续去年2029合1的选举 我想这是最高的原则 那其实如果像现在的社会主流上面 也谈到说 郭董跟柯文哲的合作 我想也是很多社会的一些主流在讨论的 我们也不反对 那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是 国民党先乱玩再说吧 对啊 黄建廷还没有找过柯文哲吧 还没有听说 对 好OK 那我们知道了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林志坚为了论文抄袭风波道歉 结果陈明东不只高喊说是冤案 还只指于正王的论文 是靠他的论文公版才写出来的 网友就爆空说 论文还有公版 可以玩填字游戏吗 这种论文有学术价值吗 台大教授左振东批评 台大其实根本没有听过 有什么论文公版 这根本是违背了写论文的目的 如果这个陈明东的说法属实的话 那他和于正皇可是非亲非故 甚至连个指导教授都不是 怎么就愿意给他所谓的论文公版呢 那他自己的173个学生当中 可是有不少重量级的绿营政治人物 那陈明东会不会还有客制化的个人版呢 李文 他说余正皇的论文没有一个字是余正皇写的 他现在是怎么样 找余正皇出气 把他所有的恨意都放在余正皇的身上了 然后呢 这些通通都是我试 是本人的客制化论文写作公版 好啦 那所以讲了大白话 换句话就说 你这是完全是一贯出品了 每一个论文应该要写的都不一样 哪里有什么叫做公版的 我昨天就讲了 你一个女孩怎么可以嫁贵来的女孩 谁话吗 还讲这么大声 然后还说学伦会的判决是一个大冤案 所以他是非常不平的 所以他才会一直硬拗不走 到最后被逼得不得不辞掉 他那个局长 他还怀恨在心 毫无回忆 好 网友就说 你根本就是个文凭制造机 自己跑出来承认说 原来就是有公版 论文有公版是怎么样 玩填字游戏 大部分都写好了 你只要填一些姓名 什么东西不一样 这样就好了 这有任何的学术价值吗 左振东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公版是什么呀 只有成名通知道 在台大从来没有听过写论文 还有公版的 你就根本违背了写论文的目的呀 游淑慧也说 于正皇非亲非故都有公版照顾 哇 那林志坚 他那些律伪啦 县市首长 大官门 律营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精英们 又用什么客制化的公版呢 所以除了学伦之外 那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黑金咯 那么之前呢 已经记出来了 他就说他要处理 邱莉莉他的自己人 虽然大家都说 打假球嘛 什么三年三年之后 邱莉莉还不是一样可以继续选 所以这是根本是假的 但基本上 他也是虚晃了一招 就是他要处理 好 现在又推出一个新的 进一步的排黑规定 就是中指挥刚刚通过了 他们的排黑条款 取消了十年条款 什么叫做十年条款 就是说呢 你曾经有案底的 那如果十年之后呢 你是可以参选的 总不能一辈子都剥夺 人家再生人的权利嘛 那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这就叫做皇城国条款 因为在党内有要职的 就是皇城国 被讲黑金一开始的 也是皇城国嘛 所以呢取消了十年条款之后 马上皇城国 就不能够再选中职委了啦 也不能够再当中常委了啦 所以呢赖清德就说 这比我们现行的法律更严格 我们是以更高的标准 道德操守 处理皇城国 没有人跳起来吗 当然有 英系马上跳起来了 好首先呢 就是皇城国本人啊 他说我没意见啦 随便啦 我已经不去开中常会了 王定宇就帮忙讲话了 说条款规定 起诉就不能够参选 啊那如果后面无罪呢 如果他是被判无罪怎么办呢 好 蔡逸宇则说 啊这不就是蔡启方条款吗 就他爸爸蔡启方条款 那一辈子都不能够再代表 民进党参选了 但是蔡逸宇当然知道 他爸爸不会再来参选了嘛 儿子都接棒了 所以他虽然讲说啊是蔡启方 可是他其实是在帮皇城国 是在帮其他人讲话了 所以你看英系首当其冲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正在积极的清理 蔡英文留下的这些烂摊子 好一个一个解除隐姓 邱莉莉亭全刚刚讲了 学伦的问题排黑的条款 好射出了这三支箭 有没有效呢 好那蔡英文会不会买单呢 还是蔡英文心里面讲说 哇你现在是刀刀剑剑 都是针对我来吗 而蔡英文他才有真正的王牌 就是国安问题两岸关系 如果到时候蔡英文出招的话 配合美国来演双簧 那恐怕赖清德 也只能陪着蔡英文起舞啊 否则的话 民进党里头就要先乱了 我刚就说了 蔡英文想要抗中保台 现在赖清德想把抗中两个字 慢慢的藏起来 那你看陆委会所做的决定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还有一点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要怎么做 如果真如同外传的 现在蔡英文积极的想要防美的话 硬是要踩老共的红线 到时候他出的招 赖清德要怎么接招 也是赖清德的另外一个考验 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的确是非常积极的在清理战场了 所以国民党也真的不能够 撞下脸嘴手 以为是温透动的 没有 真正的考验还在前面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陈明通还是坚称 林志坚的学伦案是个冤案 可是赖清德主席跳出来打脸 希望他可以参考一下林志坚的态度 但是赖清德的爱将潘孟安 却还是跳出来质疑说 所谓的学伦会真的可以相信吗 他还举了郑文燦当成例子 他说你看 郑文燦他可是正规台大的毕业生 才再到国发所去就读的 所以不能够因为他的指导教授是陈明通 就把他也给打死 好了 先不说郑文燦自己都已经承认 论文抄袭 学会被撤 他也没有夙愿 问题是陈明通指导了173名学生 许多人的论文都不公开 如果陈明通说他有论文的公版 那潘孟安是不是应该先出来说说 他自己的论文 难道不用拿出来让大家检视一下 是不是也有靠公版才写出来的呢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是蔡总统去年12月28号 在总统府开的记者会 这次正常记者会里面蔡总统被问到最 我认为记者提问问得最好 蔡总统你要不要为林志坚的论文道歉 那当时蔡总统是打躲避球 因为基本上 这是蔡英文一贯的风格 她说让夙愿来解答 蔡总统用躲避球 然后现在林志坚撤回了夙愿 蔡总统要如何让夙愿来解答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管什么陈明通 没有人投票给陈明通 请蔡总统出来面对 蔡总统你推给夙愿 现在林志坚撤回了夙愿怎么办呢 当初站台 因为都是蔡总统决定 坚持要提名林志坚也是蔡总统决定 帮林志坚论文背书也是蔡总统 所以像陈明通 郑韵鹏这种V咖 我就比较包容 这个刚刚林维作委员讲 这我补充一下 她说这个非绿大联盟可以 卡卡问 这个是没有错 不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提供给大家 蒋万安42% 陈时中32% 黄珊三25% 这是去年台北市长的得票率 蒋万安当选 有非绿大联盟吗 没有啊 可是蒋万安还是赢 42% 陈时中32% 黄珊三25% 当然是比较惊险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2021年的笑话 当时赵少康先生 他回国民党 他取得韩国瑜的支持 他希望能够选当主席 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支持赵少康选当主席 如果2021年2月赵少康回国民党 当党主席的话 现在国民党会不一样 可是呢 国民党的中常委 极力的反对 那时候这个 那时候还是江启臣 要即将交棒给这个 这个朱立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党主席还没该选 国民党中常委 不行啊 这个违反规定 赵少康没有资格选党主席 赵少康说 我没有资格选 好那再见 赵少康就不选了 那请国民党的中常委 发挥同样的精神 让郭台铭不要回国民党 那不是 那你们不是 我想说国民党的中常委 怎么这么守法 我好敬佩啊 这严格白的不可 不行 赵少康你不能选 那赵少康不能选 那为什么郭台铭可以回国民党呢 你们国民党到底是什么毛病呢 我讲一下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这个东西都是假的 邱莉莉 林志坚 黄辰国都是假的 如果你看不懂 那表示你被赖清德给骗了 邱莉莉跟赖清德什么关系 你去台南谈谈一下 林志坚那个论文我刚刚讲过 因为那根本就不重要嘛 就是说我撤回了数据 那到底林志坚 你到你去年在闹哪一桩呢 黄辰国我跟各位讲 黄辰国他是2016年就当中常委了 2016年 你看联合报这写着什么 叫强势主导 观众朋友 没有人反对怎么会强势主导呢 中指会一次通过 叫强势主导什么呢 对不对 那是假的嘛 我帮黄辰国讲一下 这个何志伟他说什么 他在中常会被人家恐吓 在座各位政治的前辈 中常会现场都几十个人 然后假设黄辰国当众恐吓何志伟 逼何志伟道歉 这个消息不会曝光 我是黑道 你是中常委 我逼你道歉 然后何志伟很委屈这样子 然后这个事情都没有人知道 合理吗 你觉得何志伟你讲这故事 你讲这故事我会相信吗 我才不相信 第二个 我刚讲他2016就当中常委了 我请问你 民进党2020大胜的时候 为什么黄辰国不是战犯 你现在2022输的时候 我是战犯 那2020我应该是大功臣才对 民进党的侧义不是也这样子吗 你们一直骂侧义 一直骂黄辰国 可是民进党2020怎么赢的 民进党2016怎么赢的 不就是靠他们赢的吗 我觉得这个切割 这个很没有道理 那现在人陷人煮死 那你胜选的时候 他都不是战犯 你现在败选的时候 推这几个人出来砍头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公道 最后呢 他可以推出他的代理人 好 黄辰国可以找他 信任的这个 他的子弟兵 他的立委 他的市议员 那我的这些票 我还是支持你 你去当中常委嘛 对不对 他又没有说 他只是说你不能担任党公职 他没有说你要退党 所以他在民进党 还是会有实质的影响力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在昨天爆出了 偶像男神始祖刘文正 因为心肌梗塞 促世的消息 不少人心碎流泪 结果没有想到 短短不到24个小时 整个情势大翻转 刘文正他竟然复活了 经纪人夏玉顺 他改口了 他说刘文正是炸死 只是因为不愿意 再有人来打扰他 网友就痛批这个经纪人 说你还我眼泪来 甚至还有人酸说 听到了刘文正 死而复生的消息 不知道到底应该要开心 还是应该要难过呢 那我也相信 Michael Jackson总有一天 一定会在荧光幕前 重新现身的 整个所有的媒体 从昨天开始 大做刘文正回顾的新闻 把他一生的故事 都讲了一遍 好了 结果现在发现 他根本没死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标准 来看 那我们这些媒体 是不是要被扣上 这个假消息的帽子 可是我们都有求证 这是不是太瞎了 韦州委员 我觉得要道歉 尤其那个经纪人 夏玉顺 你自己求证不确实 然后还讲了斩钉截铁 说已经确定过世了 是他讲的 那有其他的亲友反驳他 他还再确认一次 说我确认他已经过世了 心肌梗塞 而且好几个月前 他还讲说好几个月前就过世 然后隐藏了 骗大家好几个月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以说他是要制造新闻来讲 那达到目的了啦 但是我不认为刘文正需要制造这些新闻 因为他自从他退休以后 大家注意他就是非常低调 他不想再被拍到任何照片 然后也不想任何成名的机会 他都想要过他自己的生活 而且不被打扰的生活 所以他一定不是想要制造新闻 他也七十几岁了 那这个是以前我们年轻时候的偶像 所以你们都不认识他 记得在座只有我认识他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他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那所以我觉得啦 这个到最后就是要道歉啦 就是说凡是报道过的 凡是你去发布新闻的 都应该向大众道歉啦 那否则的话 实在对不起所有的阅听者 当然也对人家不敬 把人家活的人讲成死啊 你看这个多不敬啊 所以在这里啊 我还最后还要再讲一下 刘文正其实我对他评价很高 他在最巅峰的时候退休 然后听说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的江慧 是有问过他的 就是那时候江慧要封麦的时候 他们是有问他们认识 然后也问过他 你看同一个模式 江慧也希望他在他最高峰的时候 然后就不再唱歌 虽然他没有隐姓埋名啦 没有像刘文正做的这么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在民众 还有在他的那个粉丝里面留下 脑海里面留下最光辉的那个影像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啦 我是蛮肯定的啦 但是这一些报道错误的 传假消息的 我们NCC要不要处理一下 你刚才讲的 要不要把他三百万 对不对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同一个标准啦 这一些人最少要向阅听者 还有向当事人道歉嘛 对这是不是恶假害 有没有这个需要关三天的问题啊 立文 没有这个是这个夏玉顺的问题嘛 你怎么可以 这个是多么严肃的事情 你可以这样子胡说八道 完全不负责任呢 我觉得这个是夏玉顺 一定要好好的 很严肃的跟大家道歉跟说明嘛 你这个欺骗感情啊 我相信这个多少人 昨天哭成什么样子啊 刘文正 但是我非常感谢那个维州委员日行一山 但是我们也都是刘文 我们的年代的啦 我们也都是刘文正的粉丝啦 不用把我们讲得这么的小 这个刘文正当时真的是在全台湾 我觉得就让我们想到 当时七零年代的时候 那台湾的带给我们的 非常非常美好的记忆里面 那包括这些大明星 像刘文正啊 林青霞 然后刚好又是台湾经济 全面起飞的时候 那你知道那时候的台湾 给人家带来多大的希望信心 我们都相信每一天都会比今天更好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跟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台湾的处境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刘文正留下了一个 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 然后他很决绝的 从此不再贪恋这个爱 就是名声 因为我觉得从这么红 然后忽然间告别所有的美光灯 不要所有的民生 过了一个他自己非常 就是安静的这样一个生活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要做到真的很困难 而且他厉害的是 他连一张相片都没有流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真的要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狗仔永远拍不到他 然后所有的这些奇奇怪怪的 他这个离开荧光幕之后 有非常多奇怪的 对他负面的传闻 可是我觉得他都忍住了 没有出来 比如说你们说我变形了 身材变形了 出来给你们看 我其实还很帅 你们说我怎样 出来给你们看 他都完全不为所动 所以我认为他真的是看破看穿了 这一些虚名不再是他要的了 这已经是 他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表演的工作者 那他事实上是达到了 最高的艺术的境界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台湾有刘文正 还是台湾最好的 美好的记忆 所以还是要在这边 不知道刘文正 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留给我们这么完美的形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 刘文正现在复活的 全部的粉丝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怎么发生 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蔡伟源 我们昨天一听到他死亡 我们的消息 我们都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 跟我们同年纪的 都一直在讨论说 他之前成敏的歌啊 然后开始学起唱他的歌 三月里头的小雨啊 什么诺言 然后呢 再来看有人学着他 其实他有个招牌嘛 就是披着那个白色的围巾 所以很多的男性 都会在某个场合里头 就拿那个卷筒的卫生纸这样 卷跟卷跟卫生纸 你就唱KTV 如果唱他的歌的话 一定要对 对 然后号称他是亚兰德伦 这些都是他 刘文正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